第五千四百一十七集 只要有这个可能性 那么就有得谈 不过这盛奇卷轴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让这么多强者去争 难道来自九神时代吗 祖器 亦或者来自无无时空 走吧 去玄灭殿 与此同时 玄灭殿 两道身影在大殿之上 西年那一战 为了阻止地风华的阴谋 我们才落得这副下场 如果不是为了我 姐姐你或许 早就前往无无时空了 哪怕这天地大势归拢 以你之姿 都是无人能足 都怪我 江产子一步步地走出大殿 一席长山 衬托着笔挺的身形 虽然消瘦 但却迷茫毕露 此刻的他 显然恢复了许多 无量净强者 想要彻底斩杀 并不容易 伤好了 就赶紧给我滚回去 那群老不死的东西 再这样放任 我就亲手拆了它们 江产阴轻叹一声 迎迎脚步款款而来 一袭白色的裙摆 格外谎言 如果不是为了救我 恐怕现在的寂灭殿 早已经不复存在了吧 姐姐你真是太糊涂了 江产子苦笑一声 当年那场大战 本来胜利方 当属于悬灭殿 可惜那帝风华 手段卑劣 擒他当作诱饵 江美音为了救他 横生了变故 虽然帝风华也被毁去了肉身 一身修为受损 可自己姐姐的绝代风姿 也为了保下自己的性命 分离了神魂 导致修为难以圆满 再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我还是会这么做 江美音丝毫不在意 这个弟弟的做派 反倒是竖起手掌 捏拳 狠狠对着他的额头 来了一击 你不要给我乱来 这会让你后面的修行之路 更加难以弥补 太上功德战结束了 轮回之主胜出 你竟然还想对轮回之主 这种大气运出手 玉皇古弟和吴天都杀不了他 无无时空的魔女也杀不了他 你认为你可以 江美音警告道 当年他以一半神魂之力 拜托暗虚殿的几个老家伙 施展了尽数 这才保下了江蝉子的性命 自此 姐弟二人算是同气连之 只要江美音不死 江蝉子就可无恙 江蝉子耸了耸肩膀 你的境界体悟 我都能感受到 我要以最完美的状态 登临世界 以补先天之缺 这样才有机会 冲击更高之境 这片天地的大势已去 在这里破镜 怕是无望 我也想去无无时空 既然如此 我这幅身躯 能为你多弄点情报来 也是好的 江美音白了江蝉子一眼 昔日在夜晨眼前 宛若一尊杀神的她 此刻却是像个 兽气包一样的委屈 这一次 若是我有机会 夺赦轮回之主 那我们两个 假以时日 必能在现实世界称霸 迎击江蝉子的 又是一击重锤 你还好意思说呀 差点死在人家见下 你可知 轮回之主是 何其强大的存在 他虽不过百家境 但实力绝对不输 许多无量境 中其强者 关键 此人底牌太多 气云逆天 江美音没好气地 望着自己这个弟弟 不得不说 他真的很强 江蝉子轻笑一声 收敛了态度 正色道 你觉得我实力如何 突然江蝉子反问道 江美音一愣 确实 自己这个弟弟 虽然修为不算太过恐怖 但靠着无无时空 传下来的 独特的血鬼术 以及自己的境界领悟 他可以越阶战斗 在太上世界 除非遇到羽黄谷地 母祖无天 人非凡 天女那种级别的存在 江蝉子一般 都能够全身而退 这也就是为何 这么多年来 江美音很少 操这个弟弟心的缘故 说句难以置信的话 太上世界之大 他皆可去得 可如今 却是被一个 百家境的舞者 生生逼到自爆 引自己现身才解围 着实是不可思议 那你觉得 轮回之主怎么样 江美音问道 江蝉子耸了耸肩膀 她的手段层出不穷 若非最后我以血济棋 根本奈何不得 事实就是 我这么做 她还是活下来了 我那一击 即便是无量境 中期强者 正面阶下 也是非死即残 她却像是个 没事人一样 江蝉子提及夜晨 满是对这个 敌手实力的认可 而且 我之所以对 轮回之主出手 是觉得 她对我们的布局 极其重要 江蝉子望向 自己的姐姐 接着解释道 你可还记得 师尊赠予 我的那个领域 吞噬领域 江蝉音是 有所知晓的 为了弥补 那里的秘密 不被发现 江蝉子的师尊 生生造了 一座城池出来 也就是 现如今的 云梦城 藏在她腹底之下的 那个诡异领域 和无无沾染 可以吞噬万道 无解 老家伙说得好听 赠给了我一道机缘 可她清楚 那里面的东西 连她都取不走 江蝉子没好气道 我钻研了无数载 也不过能够将那气息加深 藏匿气息罢了 我自是天赋不弱于人 就连师尊也说过 让我放弃 一开始我不信 后来信了 那道禁制 就像是为人量身打造的一般 除了那家伙 没人取得走 江蝉子也是想开了 我追杀于她 更重要的 就是为了验证心中猜想 那口将我肉身 消去一半的神官 禁地内的机缘 就是那口棺材 它一出现 它就跟着他跑了 是不是很神奇 就像是有人专门放在那里 让他取走一半 再到后面 我的自曝 也是那神官和轮回的力量 吞噬了我血鬼术全部的杀机 江蝉子笑了笑 所以我笃定 轮回之主 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无无侵染现实 道德天尊 守护火神都会是变数 也就是说 我们等待万载的时机来了 江蝉音撇了撇嘴 传说中 有轮回之主的地方 必然是生灵涂胎 无数枯骨 徒作假仪 你怎么知道 你不会是其中一员呢 江蝉子拍了拍胸脯道 你不死 我不灭 轮回之主 真有你说得那么神 江蝉音不禁脑海里 回想起那道身影 这一次 或许我们的大事 要起了 江蝉子轻轻点头 你可别小看了她 相信要不了多久 轮回之主 就会寻上门来 她若真有那般布局 江蝉音一顿 话没有说尽 转言道 等来了再说吧 话音未落 悬灭殿的地界上 便是出现了几道身影 姐弟二人的身侧 摇曳着无数落叶的枝干 都在震颤 相隔这么远 却是听得十分清楚 叶晨拜访玄灭殿 还请殿主现身一见 江蝉子哈哈大笑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一旁的江蝉音 美好气地 瞪了自己弟弟一眼 这个家伙 我倒是想看看 有没有你说得那么神 刹那间 数十道人影传动 玄灭殿的山门大殿之前 看似寂静寻常的空气中 却是凝滞被杀意笼罩 苍蝇不曾瘟疫 灵兽也莫敢靠近半分 朱渊几步踏出拱手道 无等前来拜访 还请悬灭殿主 现身一见 话音刚落 一道立鹤声传来 何人胆敢打扰殿主清修 雨落 夜晨见到有人摆布 并坐一踏 玉空而来 强横的气息扑灭 朱渊都是严阵以待 玄灭殿的外门长老 看了一眼夜晨 朱渊 发现修为不高 便大喝一声 敢在玄灭殿前放肆 找死 玄灭殿长老 接连击掌拍出 涌动的风声肆虐 四下风暴涌动 竟是卷起漫天的雷霆 向着八方谢去 夜晨大手一挥 铁王座的力量汇聚 瞬间化解 那悬灭殿的长老 瞬间感觉到了不对劲 沟通身后 瞬息间出现了几道身影 夜晨笑了笑 他早就感觉到了 暗中有树双毛子在观望 他们几人上门寻求合作 拿不出点实力来 进了这山门便是死路一条 人到齐了 开始吧 夜晨淡淡道 你们是什么人 为首的老人眼神十分空灵 在这着视之中都是罕见 他的身形很是高挑 站在众人之间宛若鹤立鸡群 夜晨上前一步 沉声道 在下夜晨 前来拜会悬灭殿主 商议要事 嗯 就凭你百家境的小子 长老团中 一名锦衣华服的老人 眼神阴翼 阴瑟瑟的一笑 先前那外门长老 则是闷声不吭地站在一边 很显然 这在场的十几人 实力最弱的 都是无量镜初期 这些人是悬灭殿的 核心战力无疑 十几位无量镜强者 还有不少无量镜后期 看来这悬灭殿 实力不弱 夜晨心中暗暗惊讶 幸亏没有一时兴起 去那寄灭殿自找麻烦 能在这等阵容下对弈 那地风华想来 也是颇有手段 那锦衣华服的老人 似乎不打算多言 直接五指一握 虚空之中汇聚一柄 黑暗之剑 而后一剑斩架 这一剑何其耀眼 夜晨倒是高看了几分 不过这一击对他来说太弱 下一秒 阎神血燃烧 夜晨催动朝五凌雨 化作一个金钟照般的护盾 守护周身 这一剑斩在护盾之上 护盾竟然纹丝未动 而这一剑破灭了 所以这一剑破灭了